5月24日,非洲国家布基纳法所,与台湾当局断交,台湾地区所谓当交国减至18个,而这已经是民进党当局两年内,继盛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之后, 失去的第四个所谓邦交,布基纳法所外长发推特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法与目前联合国里一共有193个成员国,弯弯还有18个所谓邦交国,从数量上看也是占了约十分之一啊,然而如果深究就会发现,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邦交的这些国家,风格也非常突出,为什么这么说呢?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巴一巴台当局的这些友邦,非洲仅剩一国,爱什瓦地尼,暂时台当局在非洲现在唯一的所谓友邦了,这个国家很有讲头,该国之前的国名为斯威士兰斯沃西兰与欧洲国家瑞士斯威士兰十分接近,可惜与举世文明的发达国家瑞士截然相反, 该国至今仍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感染艾滋病,人均寿命仅58岁,蔡英文于今年4月出访斯威士兰在上个月,也就是蔡英文访问之际, 该国国王正式宣布更改国名为埃斯沃基尼读音大志士,爱什瓦地尼。 至于原因,国王姆斯瓦地尼诗表示,斯威士兰是英国殖民者强加于该国的名字,他们需要抹掉帝国主义的痕迹,实现真正的独立,将国名还给国,遂改名爱史瓦地尼, 截至目前,我国外交部网站上,只修改了该国英文名称,中文名称仍保持斯威士兰不变,斯威士兰是位于南非和莫桑比克之间的内陆国家, 该国相对较为孤立,仅有美、英、德、南非、莫桑比克五个国家,在其设立了外交代表机构, 而日本和欧盟是其主要援助国组织,这个国家只有130万人口,和我国一些县级式的人口规模差不多, 而刚刚与台湾断交的布基纳法索,人口达到2000万,在台湾之前交往的小伙伴中,是人口第一大国, 遗憾的是布基纳法索目前年人均收入,只有700美元不到,位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在今年1月,我国与非洲另一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建交时,王毅外长就表示, 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够一个不少的出现在中非合作的全家福照片里, 没有人再错过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历史机遇,非洲是我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之一, 王毅外长身后为非洲联盟旗帜,所以在昨天布基纳法索政府发表声明, 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之后,我们的外交部对此表显示了赞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欢迎布基纳法索,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我国今年9月将在北京举办中非合作论坛, 这一目标很有可能在那时就完全实现,相信中国会协助部国走出极端贫困, 南太平洋的袖珍国家截止目前,仍有6,各太平洋岛国与台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 基里巴斯10层,马绍尔群岛,4层,脑鲁11层,帕劳5层,所罗门群岛7层,图瓦鲁9层, 为什么后面都要加一个层数呢?因为这些国家的外事机构,都在台北的同一幢大楼里, 这幢建筑名为使馆特区,1993年兴建,位于台北市内,事实上台湾当局绝大多数所谓邦交国的办事处, 都位于该栋建筑内下桶,不过随着台当局的邦交国一个个减少, 该建筑前面的一台旗杆上的空位也越来越多,顺便说一句, 刚刚断交的布基纳法所之前的办事处,在同一状建筑的第六层, 台湾地区的使馆特区建筑南太平洋,及澳洲和印尼以西的地区, 这个地区的国家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岛国, 对于小橘子来说,可能为二的印象是橘座给大家讲过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主战场, 以及环境优美的旅游度假之地,以上六个国家,人口为9000至60万不等, 这些国家因为远离国际贸易体系,无法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相当薄弱, 至于为什么南太平洋这些国家仍然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防和财政往往需要依赖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三个西方发达国家, 甚至日本的协助,而在美国极其盟友的控制下,这些国家基本上无法实现自主的外交行动, 南太平洋中的岛国虽然人口很少但分布十分广泛加勒比海及中南美地区台湾当局, 另外一块主要的所谓邦交,聚集地便是美国的后院,加勒比海及中南美地区,加勒比海地区内主要是迷你岛国, 目前与台当局建交的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有,海地八层,圣基茨和尼卑斯,五层,圣卢西亚台北某建筑, 24楼,2407市,圣文森特和格里纳丁斯,五半是处,加勒比海各国的国情基本上是多岛一国,或者一岛一国, 例如圣基茨和尼卑斯就是两座岛的名字,这两座岛便组成了这个国家,圣卢西亚直接就是一座岛的名字, 中南美的国家有,巴拉圭七层,伯利兹十一层,萨尔瓦多两层, 威比马拉,两层,宏都拉斯九层,尼加拉瓜三层,这一地区的国家各方面实力要强于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 外交的自主性相应地也高出一些,近年来巴拿马,多米尼加,已经先后主动与我国建交,巴拿马与我国建交, 多米尼加与我国建交,美国在中南美和加勒比海的超强影响力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 深受美国的控制,因此至今还有一些国家,仍不能选择与我国正式建交, 最后一个台湾败的紧紧的所谓友邦在欧洲方向, 小橘子们肯定都听说过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范蒂冈,该国是天主教的中心,至今与台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 并且对西方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有相当的影响力,甚至在前天,也就是23日, 范蒂冈仍继续强调,会保持其与台湾当局的关系, 范蒂冈教皇甚至有可能明年初访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唯一拥有独栋建筑的外事机构, 属于范蒂冈最后,我们不妨再把视野拉回国际棋局的主要玩家中, 近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频频,后果是美国的传统欧洲盟友, 在向中俄靠近,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便来到中国, 而美国所谓印太战略中的盟友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也主动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 全球大态势都是在远离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 偏偏只有台湾当局逆历史的潮流而行, 妄图强调与美国的关系,这必然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